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媒体推测 目前他已经暂时找到了新的平生出入 所以才能够放出了退役的豪言状态 这是嘴炮第三次嘴炮说自己要退 前两次是2016年和2016年 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志根志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 武身壮阳 严实祝国 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记住微信574993200 年1月UFC246中 与唐纳德赛罗尼的比赛收入超过了3000万美 尽管根据媒体报道 他这一场比赛的出场费只有300万美 但各项BBB赛事分红才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 迈格雷格则是唯一一位上榜男妈妈选手 而在所有的格斗运动员中 他排在了第二位 排在他前面的是全机重量级冠军泰森富龙 他以5700万美元的收入名列历史一位 据小编查阅此前一次特有相关的消息 康能迈格雷格于2012年展示CWFC的特殊标策 与量级及轻量级双量冠军 随后签约UFC成为UFC一样的选手 而2019年3月26日 康能迈格雷格在推特上宣布退录 同言10月25日 迈格雷格在莫斯科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回归 宣布回归彑 如梁靓多迟 这价钱 真実 det是 Buenos暄 归归組门 ry口 OTH 明者